大家好,我是艾亚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日本的护肤彩妆母婴等潮流信息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微信公众号有文字版内容 微店和淘宝店都叫艾亚妈妈住日本 海外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外币支付购买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植村秀的口红 这个植村秀的口红它是在今年进行了包装上的变化 由原来的银色管身变成了方形黑色管身 图片上的红色是限定特别包装款,数量有限 模特色号是OR570号 日本商场售价是3300日元 它家的口红按照发色程度跟亚光程度分为6个系列 亚光色部分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可以关注 现在日本植村秀官网推出了在线试色功能,方便大家挑选 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有一点不准 大家最好还是实际试一下再入手 因为每个人的基础唇色不一样的 植村秀家好东西啊非常的多 每次节日特别包装啊什么都会引起排队抢购 大家可能听到最多的是他家的砍刀眉笔 我个人觉得其实并不是太好用 近几年他家的护肤品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 植村秀这个品牌跟蓝扣等大派一样 隶属于欧赖亚集团 植村秀这个品牌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 被称为卸妆油之父 他家的高品质卸妆油确实好用 非常推荐的是他家的琥珀卸妆油 既然说到了他家卸妆油 就顺便给大家简单快速的科普一下 不同颜色瓶子卸妆油的区别吧 第一个粉色加强毛孔清洁干手干脸使用 按摩之后加少量热水乳化洗去全脸妆容 黄色传统款保持水油平衡 紫红色者离款适合干燥机和敏感机 紫色深层清洁去角质 绿色去除空气细小颗粒干湿两用 琥珀干湿两用全效最好用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下露娜送的唇膏 杂志推荐色号是04号 像这种特别橘色的唇膏我的建议是黄皮不要轻易尝试 白皮的妹子可以尝试 不过注意眼妆要稍微淡一些 腮红需要淡一点橘色会更加协调一些 他家好东西太多 以后他家东西我专门开一篇安利一下 估计可以讲好几期 在日系的专柜化妆品当中 露娜送这个牌子属于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品牌了 商场专柜非常多 通常和加纳宝的化妆柜台一起 对加纳宝也是有自己的叫做加纳宝的化妆品的 这个就跟资深堂非常的像 资深堂他除了很多他的一个子品牌之外 在商场还有专门的资深堂品牌化妆品柜台 资深堂家族非常非常的庞大 以后可以慢慢说 回头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露娜送他家的化妆品颜色非常的日常 很适合日常妆容 实用性非常的高 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眼影的新品出来 年末也会有化妆品套装 前阵子出来的粉霜非常好用 性价比非常高 我前面有测评视频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睫毛膏 右边呢 图片右边呢是苏库睫毛底膏 商场售价3850日元 在睫毛底膏当中价位有点偏高 特点是细长弹力感 睫毛打底效果 涂上之后呢是半透明色 左边呢是蓝蔻睫毛膏 这款商场售价是4620日元 很多妹子现在刷睫毛的时候 没有刷睫毛底膏的习惯 其实对于细软少的睫毛 可以考虑一下 用一下睫毛底膏 用来加强睫毛的一个妆效 入门级可以考虑 ETUSET 睫毛底膏就是国内叫做 艾杜莎 这是一款清爽感的底膏 最近她家睫毛底膏 进行了包装升级 睫毛膏也是正式定了下来 很细的刷头 共两种颜色 棕色和黑色 艾杜莎这个牌子是法语中啊 女性之间经常会说的 ETUSET 意思是 你听说了吗 的意思 隶属于资深堂集团 另外还有个评价的选择就是 KATE睫毛底膏 这个睫毛底膏的纤维比较多 眼睛敏感的朋友需要注意 KATE这个品牌 它是隶属于加纳宝旗下 好的 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